并来如山倒并去如抽丝家住梅县区的管输今年54岁,平日离体质特别好,可近来不知为何,突然发烧还反反复复烧了14天,一直吃退烧药都没用, 之后他还被转院送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,月东医院随后,管输更被检查出多器官功能衰竭,被紧急送进了ICU,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就病倒了呢? 这一切都源于一只虫子,经过医生检查他们在管输身上,发现了一个被昆虫咬后,留下的交加原来,它便是罪魁祸首,酿虫钉咬的口子,一直以来,家人都以为管输是感冒发烧 怎么还剩车还沟绑的封章 ィ最理由白气均红� plutôt稿理念 像冰 sna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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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